大约24小时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炮轰詹姆斯,事情闹得沸沸扬扬,越来越多人参与进来,但几乎清一色都是支持LBJ。 老詹此前在接受CNN记者Don Lemon专报时表示,特朗普正试图通过其预告分裂人民种族的目的,随后特朗普在个人推特上回应,勒布拉詹姆斯在电视上接受了最蠢人的采访,Don Lemon让勒布拉看起来还挺聪明的,这点并不容易做到讽刺詹姆斯。 另外,我喜欢麦克尔乔丹,尴尬的是,今天乔丹通过发言人,向外界表,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我支持勒布拉,他正在为他的社区做好事,老流氓这个举动明显打脸了特朗普,特朗普其实以前是挺喜欢老詹姆,有媒体挖出了他几年前称赞后者的技巧推特,詹姆斯是一个杰出的球员,一个好人,现在就是勒布拉的时代。 恭喜詹姆斯获得SB最佳运动员奖,然而,虽然特朗普多次是好,但詹姆斯从未在媒体上,给予他直接回应,反倒是多次就一些问题,向特朗普拔起质问和抨击。 由记得2016年美国大选时,詹姆斯还为特朗普的竞选对手希拉里站台,希拉里在这件事上当然也是力挺LBG。 詹姆斯是个顾家的男人,也是一位不可思议的球员,他积极回馈社区,并敢于说出心声。 他是一位世界级的运动员,是,隔出类巴醉的家伙。 这个世界需要更多像詹姆斯一样的人。 有意思的是,特朗普的妻子发表声明里挺詹姆斯,詹姆斯正在为我们的下一代做好事。 就像梅拉里亚,一直以来做做的那样。 第一夫人鼓励每个人就如今孩子所面临的问题展开公开对话,不吹不黑,读书对这些政客的言论并不太感冒,所以来听听其他人的声音吧。 NBA总裁肖华与夫人老板珍妮前后发声支持詹姆斯。 肖华说,勒布朗是联盟历史上最伟大,成就最高的运动员之一,我很欣赏他的智慧和商业头脑,对他为自己社区所做的事情充满钻敬和感激。 芷姆则在胡人的官方声明中说道,我们为他的能成为胡人大家庭议员感到骄傲,他是一个不可思议且极具智慧的领袖,为社区所做的努力,应该为大家所称颂。 此外,尼切尔,雷拉伦,腾斯,比尔等现一人,退一NBA球员都站出来声援詹姆斯,就连此敌库里也发推,继续做你自己吧。 而詹姆斯,NBA大家庭,在这个时刻展现了大团结,凭凶而论,克兰普水在这个时候,对詹姆斯真的是太瞎了,要知道他刚刚创办一所学校,并提供八项免费措施。 圆了很多穷孩子上学的梦,这回,特朗普真是摊上大事了,读书对政治不懂,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特朗普绝对是史上和体育演绎明星,关系最差的美国总统。 对了,今天刚好是上一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生日,没有内幕可以爆料不甘寂寞的波尔大声罕见的发推祝福奥巴马生日快乐,意味深长。 因杰斯平纳,今年夏天,詹姆斯决定3.0加蒙古人,四年后,也就是卡托尔世界杯期间,他会不会宣布退役,并参选20XX美国总统? 让我们拭目以待,至少在这一点上,读书和尼克阳同一档,95.27%的人都在今月头瞧看篮球有毒。 回复,女球迷带你开车带你飞,你懂的,本周回复球星还可获得球星T恤,仅限实名。